真的是世界之大无奇不有啊 女子呢与狗狗同吃同睡 最终呢是酿下大祸 女子呢与狗狗同吃同睡 八个月后呢 这个腹痛男人去医院检查后呢 结果可以说是下出了一身冷汗啊 随着我们生活的一个提高 这狗呢也是不看门了 猫也是不抓耗子了啊 这猫和狗的一个地位呢 一下子是提高了 甚至呢有的人呢 是管这个狗呢叫儿子 生患当中呢有很多这个例子啊 就是因为这个遛狗呢 导致的一个不愉快 严重的呢甚至会大打出手 其实呢爱护小动物啊 本身呢是一件好事 而且狗呀也是人类最忠实的一个朋友 对不对 但是但凡呢是呢都是要有个度的 这不呢就有这么一件事啊 一个女子呢因为是养了一个宠物狗 导致了自己腹痛男人 最后呢是去了医院 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了一个腹痛男人呢 而且呢还去了医院呢 对本期视频感兴趣的朋友 也可以给这个视频呢点个赞 然后支持一下 据说呢这位女子呢与丈夫呢 就是离异之后呢 自己独居的一个时间呢是太长了 就感觉啊自己住的那个大房子里面 是空空荡荡的 就时不时的叫自己的闺蜜呢 来陪自己自己啊 陪着自己睡还是什么呢 但闺蜜呢也有自己的一个家庭 也不能老来陪着他对不对 后来呢就在闺蜜的一个引导下呢 就买了一个宠物狗 这还别说啊 自从呢买了这个宠物狗之后呢 这个女子的心情呢也是大好 无聊的时候呢狗就陪着他看看电视 时不时的呢也会逗他开心 他也是把这个狗呢 当做自己的一个亲人一样 就是当做自己的一个儿子在养 那个自己吃什么呢 就给狗狗吃什么 就连睡觉呢狗狗呢 也是跟自己呢睡在一张床上啊 大概过了八个月之后呢 这个女子呢正在工作的时候 突然就觉得了自己的肚子痛 刚开始呢还以为是吃了什么东西 把肚子给吃坏了啊 可是后来呢实在就是疼得受不了了 就在同事的一个陪同下呢 就来到的这个医院里面 一检查了可真是把自己给吓坏了啊 医生说了这个女子的体内呢 有大量的这个寄生虫 经过盘问呢就是说 女子就说自己养了一个宠物狗嘛 医生说了这个寄生虫呢 就是狗狗身上的啊 女子呢特别的不理解 就问医生说了自己每个礼拜呢 都会给这个狗呢 都会给这个狗狗洗澡 怎么呢还会有寄生虫呢 原来呢狗狗身上的一个寄生虫呢 光靠这个洗澡呢 是不能够完全清楚了 像夏天的时候呢 是细菌呢大量繁殖的一个时候 要给狗狗呢定期吃杀菌的这个药物 所以说呢养宠物的一个朋友啊 我们就算再怎么喜欢这个宠物 也要保持一定的一个距离 夏天呢像羊虫的一个朋友呢 可以把狗狗呢 把他的毛呢给剃了 然后给他剃剃毛 第一呢就是这个狗狗呢 也两块 第二呢就是为了防止呢 就是这个细菌的一个传染嘛 不知道了 大家对此时候怎么看呢 也欢迎在评论区里面留言讨论 好了本期视频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再见